大家好!新年快樂!我是偉然 我們財商天下欄目有個好消息告訴大家 在2021年1月1日,也就是新年的第一天 財商天下的國語版就要搬去獨立的頻道了 請大家繼續關注我們 搜索財商天下偉然就能看到我們YouTube上的全新頻道 我們會在視頻的下方放上我們的頻道的鏈接 從1月1日開始,香港大紀元平臺就看不到我們國語版的財商天下了 請大家訂閱財商天下國語版的頻道 我們有資深專業的財經分析團隊 會為大家繼續提供最新的深度的財經分析 新的一年我們在新頻道見 記得訂閱財商天下 大家好!歡迎關注財商天下!我是偉然 馬雲一直是大家談論的熱門話題 近日圍繞他再次激起了更大範圍的討論 上面這段視頻我們不清楚是在什麼情況下拍攝的 但是從馬雲說的自己差點死了,中毒了等等 可以看出來這位中國的首富大老闆 日子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輕鬆自在 YouTuber馬仙還給他算了一卦 說他是有命掙錢沒命花錢 前兩天就在大家正在歡慶聖誕節的時候 又傳出了馬雲的壞消息 平安夜的當天,中共金融管理部門 宣布對阿里巴巴的壟斷行為進行立案調查 並將第二次約談螞蟻集團 眼看著新的一年就要到來 但對馬雲來說,卻未必意味著新的希望 因為這次的調查似乎更加來勢洶洶 這也印證了我們前段時間節目中所提到的 或許早在前一段時間它已經失去了部分的自由 在24日的消息公布出來後 阿里巴巴在香港股市的股價跌幅超過了8% 單日蒸發了4,337億港元 大約是人民幣3,652億元 而當天晚上,美股開盤之後 阿里巴巴的股價低開超10% 截止收盤,阿里巴巴暴收222美元 跌幅13.34% 創下了該股在美上市以來最大的單日的跌幅記錄 市值蒸發了超900億美金 折合人民幣大約是6,000億元左右 就24日這一天 阿里巴巴的美股加上港股的市值 加起來就一共蒸發了大約是9,690億人民幣 這個數額相當於一天之內 一個中國銀行沒了 或者是一個中石油沒了 今年對於馬雲來說,絕對是多時之秋 而從這一個月來的發展情況來看 就像是中國大陸眼下的季節一樣 馬雲的處境可以說已進入了寒冬 從11月2日 螞蟻集團被中共的四大監管機構約談 然後是上市叫停 此後關於馬雲、螞蟻集團 以及阿里巴巴的去向 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但是除了外界的各種猜測之外 在整個11月 就再也沒有從中共的官方釋放出 更多關於馬雲和螞蟻集團的消息 然而在進入到12月時 市場上各種針對馬雲的消息 又突然密集起來 但都不是好消息 12月10日 馬雲創辦的富商群體 湖畔大學 昆明分校施工項目突然被叫停 12月14日 阿里巴巴的收購案被中共市場監管總局 以《反壟斷法》 處於人民幣50萬的最高罰款 12月18日 螞蟻集團主動下架了平台上的 所有互聯網存款的產品 這個舉動還帶動了騰訊理財通 京東金融等平台 紛紛下架類似的產品 雖然馬雲表現得非常配合 想盡快的稀釋寧人 但是中共卻顯然不是這麼計劃的 中共的鐮刀只是剛剛舉起來 就在12月11日時 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強調 要繼續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的無序擴張 幾天後16日的時候 在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 又再次強調了相同的論調 從中共接續的動作上 幾乎所有的猜測都認為 這回馬雲可能要攤上大事了 就在前幾天 財經作家獨立書評人蘇小和 還在他的節目中談到了這麼一個故事 他說有一年 黑龍江舉辦的中國企業領袖的年會期間 正趕上了正月15的元宵節 有一天大家卸下了各種偽裝 穿著隨便的去一家農家樂吃晚飯 馬雲就問大家 一個人到底有多少錢才有幸福感 然後馬雲自問自答地說 有一千萬就夠了 如果有一千萬人民幣呢 然後你把心思放下來 安安心心地過日子 你會過得非常的幸福 你的生活不愁 然後你也不缺錢花 你也不會被外界的事件搞得非常的喧囂 然後你也沒有那麼麻煩 你可以安安靜靜地享受你的生活過你的日子 一千萬就夠了 過了一千萬就成了你的累贅了 也許這確實是馬雲的心裡話 但是如今的馬雲可能很難有這份瀟灑了 彭博社有一篇分析認為 中共這次發出的針對阿里巴巴的調查 等於是發出了風向已轉變的警告 阿里的業務恐怕會面臨長期的逆風 我們來看看阿里系的主要的支柱的業務 最主要是淘寶天貓等消費平台 螞蟻集團和支付寶則是阿里系的金融支持 而螞蟻集團這些年收入增長的主要動力 則是螞蟻旗下的花背借背 而阿里巴巴的消費平台也在依賴這些 短期消費貸款的刺激和助力 12月15日的時候 中共央行金融穩定局局長孫天奇 在公開演講上說 第三方互聯網平台存款的流動性特點 有別於傳統儲蓄存款 給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帶來新課題 互聯網金融平台開展此類金融業務 屬無照駕駛的非法金融活動 應納入金融監管範圍 不知道馬雲是不是從這個講話中獲得了一些靈感 但是三天之後 12月18日 螞蟻集團主動下架了平台上的所有的互聯網產品 雖然目前來看 這個動作並沒有讓中共高抬貴手 但顯然 卻衝擊了阿里系這些年來 營收的主要驅動力 很可能是阿里好日子徹底結束的開始 對於中共調查阿里巴巴的原因 一些分析認為 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的無序擴張是關鍵 這句話是字兒少事兒大 背後的原因也錯綜複雜 從目前市場上的消息來看 似乎有一個共識 阿里巴巴這次肯定是在劫難逃了 公司很可能被拆分 而如果對阿里巴巴的反壟斷調查結果成立的話 那麼在經濟上的罰款也肯定是少不了的 按照中共的反壟斷法規定 涉事的公司罰款範圍是上一年度 銷售額的1%到10% 根據5月份時 阿里巴巴公布的最新的財報 截止到2020年的3月31日 阿里巴巴整個財年的營收是人民幣5097.11億元 如果按照營收及罰款的上限來計算 10%的營業額差不多就要有500億 就是按照最低的1%的比例 也要有50億人民幣 馬雲被戲稱為是一顆很肥的韭菜 還有評論更直白地說 儘管阿里巴巴的市值貶值 但這些對中共政府方面的影響有限 關鍵的是中共要把一些養大的豬給殺了 這個獲利是非常巨大的 也許對於中共來說 馬雲之前在金融峰會上 炮擊中共金融系統 正好是給了中共一個下手的機會 這點似乎中共也有意放大這種輿論認識 因為在大陸的網絡上 網友們之間聊天都會提到馬雲今天的處境 跟他的愛唠叨不無關係 並嘲諷馬雲 看看另外一家巨頭騰訊的小馬哥 就非常懂得悶聲發大財的道理 這個小馬哥說的就是馬化疼了 但是如果認為中共只是因為經濟問題割韭菜的話 那可能也會低估了習當局的政治意圖 像馬雲這樣的人在中國屬於既得利益集團 屬於精英階層 而這些人的發跡史絕對是和中共政權利益緊密捆綁的 富可敵國的馬雲已經在一黨獨大的中共國建立了自己的螞蟻帝國 甚至進入和影響到了中國人的生活、社交等方方面面 馬雲曾經公開表示過 最好的商業模式是建立國家 這樣的言論聽到中共高層的耳朵裡恐怕會心懷忌憚 在中共權貴看來馬雲並非是紅二代、紅三代 卻擁有資本帝國 更影響到中國人的生活 甚至可以動搖到中共的國本 中國時政問題專家華坡就表示 像馬雲和馬化騰這樣的人 都是發源於鄧時代 形成於江時代、壯大於胡時代 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對習近平來說 做得太大的馬雲已經在各方面都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中共已不敢讓馬雲再發展下去 之前外界一直在討論螞蟻集團還能不能上市 現在再來看的話 這個週期可能要更遙遠了 以中共目前表現出的態度 螞蟻集團如果不能變成中共想要的樣子 不能完全掌握在手心的話 中共是絕不可能放行螞蟻集團的 中共很可能會對螞蟻集團採取一些手段 做一番社會主義的改造 才可能放心讓它上市 因為中共要確保螞蟻集團所圈的錢 都能夠進入中共的錢袋子 而不是馬雲的 所以除了政治政策手段之外 在技術上 中共當局可能也會盡量做得完善 避免引起企業界的恐慌 這個2020年對全球政府來說 都是一個執政能力的檢驗 對於中共政府來說 一直是把經濟發展作為政權合法性的支撐 但是在中共新冠疫情之下 中共幾十年來經濟發展的弊端更加凸顯 內有國庫空虛的壓力 外有美國的嚴厲制裁 對於挖空了心思 想為中共續命的習近平來說 迫切需要在經濟方面實施更嚴厲的維穩手段 在割韭菜的同時還想一箭多雕 打擊自己的政治對手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各方的分析都認為 馬雲是江系人馬 一直都不屬於習近平派系 所以對習近平來說 馬雲的螞蟻集團也好 阿里巴巴也好 財富越巨大 就覺得越礙眼 對推崇毛思想的習近平來說 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思想 是一直深植在他的思想深處的 中國之大莫非黨土 把有錢人的錢收歸黨有 根本上是本該如此的事兒 而如果能把敵對派系的財富 拿過來解救中共的經濟危機 對習當局來講 在經濟和政權上 應該是個不錯的雙維穩方法 而馬雲此前表現的囂張不服 也似乎成了一個當局 說服自己快速動手的催化劑 從習近平掌權之後的表現 可以看出 他確實是緊追著馬列毛主義步伐的 他不但高調推廣了 毛當年搞的風橋經驗 號召中共各政府部門 學習人鬥人的鬥爭經驗 而且在經濟上 還向中共的計劃經濟表示致敬 提出了要內循環、雙循環 而且從習近平這些年的表現來看 也一直是想把中共的國有的企業做大做強 而不是希望私人企業更大更強 今年9月時 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了關於統戰民企的文件 要求民營企業家必須堅定不移 聽黨話跟黨走 在政治上做明白人 那就是中國的民營企業要徹底性黨 11月份時 習近平還前往了江蘇的南通考察 讚揚了民國初期的實業救國的企業家張簡 要求民企們都要學習張簡的產業報國 所以習近平的經濟思路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 現在把鐮刀割向馬雲 以及他的螞蟻帝國阿里巴巴 這些不過是習近平的既定步伐 在這條路上 馬雲雖然更顯眼但並不是開頭 而現在看來也不會是結尾 接下來可能還會有新的馬雲出現 對於悶聲發財的騰訊的馬化騰 京東劉強東這些人來說 他們的內心想必絕不會有和一些普通國人們 一樣的強倒眾人推的心態 估計更多的是吐死胡悲的心境 從騰訊的理財通 京東金融等多家的互聯網平臺 跟進了螞蟻集團的動作 也主動下架自己的互聯網產品就可以看出來 其實這些人可能都擔心會有和馬雲一樣的結局 一邊是習近平高調的實業救國 其實我們都知道是實業救黨了 一邊是馬雲當下的近況的展示 估計更多的民營企業家們也都在思考 在黨國政治的風雲變換之下 自己的企業到底要如何發展 12月24日就是中共宣布立案調查阿里巴巴的當天 網上傳出了一張照片 浙江省為服務阿里巴巴所設的親承辦招牌用布蒙上了 橙色是阿里的標誌色 所以稱作是親承辦 這個親承辦2018年10月成立 是漁航區政府當局 專為服務保障阿里巴巴集團設立的統籌協調單位 成立後的親承辦還曾經在當地的媒體上火過一段 但是這個親承辦只過了兩歲的生日 招牌就被蒙頭蓋臉了 此一時彼一時的境遇讓不少網友感嘆 人生如戲一關一關的過就是了 也有人說這是完美的詮釋了有錢沒權的後果 當然也有人批評當地政府也太落井下石了 其實這也不能怪當地政府的敏感 中共建政後一直搞各種整人的運動 舉國上下都在這種氛圍中養成了見風轉舵 明哲保身的所謂政治正確 那麼新的一年裡馬雲的命運將會如何呢? 從中共這連串的動作來說明顯的來者不善 雖然目前馬雲一直在頻頻向中共示好 表示如果黨需要支付寶隨時上交 但是資產的上交還是換不來自由 目前多方的消息都透露馬雲還是不能自由的離境 看來接下來的一年馬雲的日子不會很快太平 以上就是我們本期節目的分享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